气象局指出未来一个星期天气会呈现两段式变化 星雨三之前受东北风的影响 迎风面东半部气温微凉有雨 而星雨四之后东北风转偏东东南风气温会稍微回升 不过整体在深夜和清晨还是偏凉的 白天是比较舒适温暖 提醒民众要记得适时振天一物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未来一周天气将有两段式变化 前半周东北风凉爽舒适 而后半周偏东南风气温略微回升 整体而言各地深夜清晨微凉 白天舒适中南部温暖 一号二号三号天气还是受到比较偏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花莲这个地方局部地方 它可能还是有一些东北风影响 然后局部地方可能在迎风面上面 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多的雨似一点点 然后四号五号六号可能就是开始转东风跟东南风 那温度开始会上升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四五六大概是这一周天气比较好的 七号到八号可能会有另外一波温度降温的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情形 所以可以看到这一周温度高温大概会在五号六号的情形 温度大概会到高温27度 然后低温大概就在蛮平均的大概22度的情形 然后我们刚才跟各位报告了 就是说到七号的时候温度可能会更下降 然后到八号温度可能会下降得更多一点点 东半部周三前偶有阵雨 后半周气温回暖天气较稳定 而周日前后预计将有另一波冷空气行程 届时东半部降雨几率可能会提高 提醒民众这周天气早晚人偏凉 出门记得增添衣物做好防疫 记得讲帮演华临时报道